你年轻时候就不喜欢喝酒 我看你写的那个自传里面 我当时看到那段 我就觉得王氏同学好郁闷 没有酒精的乐趣 还是这样 说的这个乐趣 上天运动完 冬冰就叫咕咕咕咕咕 所以说 那是非常非常爽 第二个喝白酒那种微醺 那种感觉 不能说人家好的感觉 我没有 微醺 咱们问题在什么 问题上就是酒产上的这种文化 商场上是面子上 不得不喝 实际上不是的 到那个气氛 你不用人家劝 到那就是 就是能控制不了自己 就种种原因 就别讲了一样 戒掉 当然 这个过程那是挺痛苦的 挺痛苦是吧 和朋友一块 你也不喝吗 那你想 那你就心虚了 你再说你不喝 你说戒酒了 你得撒谎 那就是个选择 不喝吗 那就不喝 那就不喝 嗯 你觉得骨子里的理性特别强大 啊 骨子里的理性特别强大 啊 骨子里理性 嗯 但其实也不适好像 嗯 左转吧 我在那边上好了 你这儿伤呗 我过去 嗯 我 好吧 Hello Good morning Hello Hi morning 你要说 适合聊天 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剑桥的双树宾馆 哦 这是Double Tree 对 Double Tree 对 剑桥之所以有名 在中国呀 是因为徐志摩 在北康文桥 在北康文桥嘛 我去的时候 这个轻行来轻行走 在那校园当中没有根本的改变 我到那儿组织的中国博士生在领队 我觉得这个时代不能再悄悄来悄悄走了 嗯 其实你会发现希腊的这种上午的这种体育运动精神文化 身体的那种 到中国现在 除非说我有病了 除了我要健康 对他没有那种身体崇拜的 其实希腊传统有这个的 对身体的这种舒展 跟精神舒展是一样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这样 是这样 现在太实用主义了 你读Mazda 读PhD 都是为了职业 为了将来的陌生 真正的精神的追求 是 那你什么时候意识到 就用physical 身体上的这种舒展 这种身体上的竞争 这特别重要 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排斥这个东西的 这个还是和我觉得家族有关系 家族你看是我父亲 二十五千里长征 对不对 这样大千细 我母亲西伯族又是个大千细 这样一个民族 他潜移默化的对你的影响 我小的时候可以说是 田径 排球 篮球 足球 什么都爱好 但是我就告诉你 我什么都不行 那就是登山山高 我骑手 我代表那小子 第一个把旗子插到山顶上 我只有在这个 就这种户外的 找到所有感觉 偶尔玩一下 找到感觉 谢谢 找到感觉 在那个时候 我是觉得很自卑的 对我的个儿都自卑的 我觉得这个 因为你喜欢搞体育活 这个困扰你多久 就开始不困扰了 解决了 这个 我看看 他登上珠峰之后 要这么久吗 那当然是 真的 当然是 因为他一定要就证明了 就说你比如说你在事业上 这些成功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还需要通过体育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是这样 实际上人生来讲 我们来看看 就是事业上的有所成就 我小时候有很多幻想 一个是当麦克医生 我觉得这个是就此复伤 太伟大了 再一个 福尔摩斯 就是侦探 李昌玉 神探 神探 如何蛛丝马迹 如何人一来 一看身上就骗你哪的人 觉得这个怎么太伟大了 甚至有时候做梦 都梦见 都梦见 我是个侦探 这样 但是从来没想 我会是个商人 我是个成功的商人 甚至我是到了这个应该是到了90年代 中期 我就甚至就是两年出国去的 我就是过渡一下 那是想出国干嘛去呢 读书 读书 还想去读呢 感到文化人骨子里是对商人的是一种鄙视 更比较说这个房地产商人 是吧 刚才讲是吧 变暖房地产商人 是吧 成立万科来讲 我这 你看我那个搞那个 如果你查历史来讲 我那龚花改造 上市 我上市招股书上是搞录像机 搞技术 还是搞就是这种 做房地产挖了坑就卖地 我当然愿意搞技术 所以这个房地产是特计经营们之外 只有这个 一定会将来很有发展前途 它只是一个理性的一个判断 你喜欢不喜欢不重要 只有这个 你才能做得非常非常大 因为这个大潮来了 给你这个机会你来做 那一直到50岁了 才放弃了 在安心上 好吧 你就是商人的 到50岁我才承认我自己的身份 所以我不认为我商业上成功 对我来讲 意义非常非常重大 我不认为 所以这种身份焦虑困扰你蛮久的 那当然是 但你什么时候意识到 这个东西被很多人开始认可了 成为一种 作为我来讲 我都没有敏感的这样反应 就去感觉就是外边对我怎么看 更多是我自己怎么自我的一种认知 这点我是清楚的 你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 既然你做 你得把它做好 你要做 你要研究它 就把世界城市发展史 作为这样一个研究的课题 突然发现说 它这个学问是非常非常深的 就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你到秘鲁 你看古金家城你会发现 非常巨石搭的墙上 颜色合缝的有一个图案 一个狮子的图案 就是不规则的石头搭出来的 颜色合缝到什么程度 你拿个针插的插不进去 那就提出一个问题 说它用什么加工工艺 就现在的工艺技术也达不到 当然其中一种解释是外星人来的 对不对 要不就这个就没法解释了 但你知道 一块的教授 人家是研究这个的 轻轻一笑就说了 因为时间 你知道吗 这是地震多发地带 反正只要这个墙不会震塌 最后结果就是这样 对 对不对 越来越迷 它就在一个磨合过程 这说的好漂亮 对 真是说是对 你想想 你可能是 是不是 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考察 这样实用来讲 你哪来的这样的知识 我只是举上个例子 哎呀 太神妙了 所以到哪 跟你讲 说说看什么原因 哪打压 猜了半天 我也装着是那个 是吧 这样一解释 牛逼是吧 哎呀就非常羁衙地看着 是吧 但是你说的莫扎特这个梅萨曲呢 这个也挺严肃的 就是《罗密内死亡》 是《罗密内死亡》 是吧 它是整个个辉煌 是吧 快板 当然也有很严肃的这种悲伤的曲调 那整个来讲 它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展示 嗯 嗯 你想来一小时平时 嗯 把那个 哀乐来放着听 他不是听说 你是神经病是吧 是吧 他那个 踊立踊 嗯 踊立踊 那就是 它给曲调 给你什么悲哀来讲 是吧 他妈我不愿意死 但是没办法 太可怕了 这完全是不同的态度 嗯 我觉得中国 全球战国 是装死那种状态来讲 对死亡态能 真的是荡然无存 嗯 那次在珠峰你不是有一次冰丝体验吗 那次之后是不是听这个更有感觉了 会吗 他是这样 登顶快登顶的时候我他妈走不动了 那个想想翻也说 你没养了 你想的8000米以上就升门禁区 没养了 总指挥在7000米的位置听到我没养了吗 他紧张了 这中文企业家的死在那 他还说你赶快撤吧 人到那个时候就很简单了 他说反正是没养了 也到了这个高度了 你下撤也危险了 上去再说了 登了点风雪交加 赶快撤 这有点撤撤我就开始感动了 我说怎么我的后脑勺发热 发热感觉是阳光照的 这都不对啊 飘着雪花上滑着风哪来的阳光呢 他就感到这种暖和的 从后脑勺到了前额 到了脸颊 到了胸 满痒痒的 而且暖痒痒的就是一种舒服感 这舒服感就只有一个愿望 一个愿望的就是闭上眼睛坐下 非常明显感到 只要你坐下来闭上眼睛 他就觉得进入一个极乐世界 很美好 尽管你要进入那世界非常美好 你还宁肯受着煎熬 差不多能持续了20分钟 哇 挺长的 20分钟 过去了 过去的时候你又觉得风雪的交加 反而你知道吧 这个痛苦比那个好坚持 那个你就是 为什么过去来讲什么叫唐衣炮弹 哎呦你那真的体会到了 诱惑特性强 对不起 嗯 死亡 他不可怕 甚至不但是不可怕呢 他很美好 会一下天 Cam Drew Hello Cam Drew I'm again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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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ipheral Let's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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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场景 会渴望活的更长吗 gaan 还什么感觉 实际上 人就是生命最不能隔舍的 不是这样 拿写东西 青春啊 美好啊 更多还是感情 所以这生命的动物嘛 还是不要太长生命 就没有那种美好的事物 不断的重演那种 它重演就没有意思了 同样的经历就能很兴奋的 包括喝酒啊干什么 你会发现你那时候很感觉 你在第二次想找到同样的感觉 基本是没有的 而且往往上你失望 所以生命的延续来讲 你担心你会成为多余的 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来讲 它已经是多余的 生命它就是这样 你这么怕被成为多余的不被虚好啊 因为我想生命的意义在这里嘛 你比如说显然一种大马哈鱼 完成交费之后 惨死就死掉了 因为它已经它的使命完成了 它的后代不需要它在养育 是不是这代人还是挺普遍面临情感上的一个 应是其实是小时候也缺失 就这代人挺特殊的 你很小的时候卷入到那种很大的社会动荡里面 然后到了青年时期中年时期 突然有一次巨大的社会机会 算实在的某种特征啊 应该说是吧 我觉得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自己的经验 是跟他们不同的 而且它会变成一个很持久的力量 它是这样 你比如说我觉得当时和很多那八十年代创业的人 都不一样 那是什么傻子瓜子啊 马胜利啊 你会发现文化程度都不高的 尽管我的文化程度也不高 是工业名学员 自事来讲 我还是特别好学习 特别的追求 就是我到深圳是周岁32岁 学岁33岁 当过兵 当过工人 当过工程师 当过外贸干部 已经经历非常非常丰富 所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 为什么要到深圳 其中很主要的一个原因 刚才讲了我对自己有自卑 但你真正的 就你的阻力并不是这样 因为你个人不高 你体育超不过别人 很多你的原因就是不是这样 最大阻力你会发现 你在当兵 这个军队来讲 是一个完全不给你个性来发挥的地方 学习技巧 我对你的军队 那这种意识个性 辞职是在军队 你在工厂 你在机关 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 我为什么要决定要离开 我如果就是在这机关村下去 我这一辈子是 是个什么样子 甚至追到会是怎么开 我都清清楚了 都想到是吧 对 是不是想到我的导辞是怎么给 都想到清清楚了 我还带下去干嘛 怎么给 你当时想到 那你现在怎么给 该怎么给怎么给 你说你不是你负决集了吗 什么那怎么给 标准的负决集导辞 对不对 标准的负决集导辞嘛 当然会不错 但是很一定很乏味的嘛 而且哀乐你都知道你非常不愿意的 但是也是这样来讲的 是吧 你这都想好了 你说我还在带着干嘛 所以我一定有这个机会去闯一闯的 第一年到深圳去带着民工扛麻袋嘛 那民工不理解啊 你看我这城里边干的那么欢 也不像个犯错误的人 就说你凭什么会跟我们干这活啊 这我心里都就是 艳雀艳之鸿鸿之至 83年 但是想做什么不知道 刚才你说等于是中国经验嘛 自我经验嘛 你这一代做企业的人 其实都是一开始在一个模仿学习的过程嘛 在一方面学习过程中 你会觉得有一种跟他们不同的 跟日本也不同 跟美国也不同 那本人还没把自己确定当商人了 开始自己重新思考 自己是商人来讲呢 和工业发达国家的这些资产阶革命 过来的这些商人的有不可比信 曾经一读到这个高研的 红顶商人 对霍雪原这个敬佩的无底涂地 但是你再读一些西方的这些 关于管理的书 你才发现霍雪原家里 你要抵弃的 什么时候意识到 胡雪原这种方式不行呢 应该九十年代初那时候 已经是意识非常非常清楚 就中国人就我们就是不信什么 就信人嘛 就是就是强者 原始森林 就是原来 大家这个物种竞争 都在竞争阳光 水分直升往上升的 在上面的散盖时代的覆盖 其实结果来讲 这种物种 把其他物种全搅上 包括他们的后代 包括他们的后代 你后代也成长起来 因为你狠狠强你就一直后面 这毫无疑问 比如说我们来讲 三十年前 除了苹果还有一个王安电脑 结果来讲 苹果电脑现在成了 结果是第一品牌 王安电脑早就没了 对 就因为王安之后 他的儿子结伴 就中国的传统这样 太强来讲是不能延续的 那当然我是个中国人 中国文化 我觉得这是非常沉重的一个命题 我希望我打造到万科不是这样 你做着企业 你一定不要让这些年轻人 再走我的老路 再这样委屈自己 在这熬 一定给他们一个机会 实际上这些很多来讲 就是受读这种 迪更斯的大卫科博菲尔 就人本主义最基本的一些 对人性的一个基本要求 一个追求平等 年轻人要给他们机会 对万科来讲 那我这是非常非常清醒的 应该50岁 测绩组织的职务 就开始选择去登山 就有意识和公司 就强迫自己 对 至于苏黎开始做什么 那是另外一个 就是中国船都有这种 强热情节 是你塑造你性格 就重要 当然是 那毫无疑问 所以你说你多矛盾 行为是要压抑这个东西的 对人是考验挺大的 毫无疑问 原来的追求当中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还是各方面的野心 典型的 放大的自我 超我 就是为了自己的野心 你会发现很多 形成的一种 关系来讲 都没法弥补 举个简单例子 现在来看的都是挺羞愧的 七大舟登完之后 就徒步穿越南北极 其中就有一个 女队员 还有一个男队员 是拖累 是弱者 因为我那时候要完成7加2 其中那个男队员 我就就把他排斥掉了 但那个女队员 人家很有个性 你不介绍我 我自己组队 甚至把我这个队里的一个队员也拉过去 那个队也顺利完成了传越南极 我这个队也顺利完成 但之后就接下了梁子 这个之后 当然说 我都表现出一种受害者的这种姿态 怎么意识到的后来 刚才说这事是发生在2005年 等我意识到那是10年之后 我华塞鼎发了12年了 8人停 我也不和他们合恋 到时候去了 拿老板来参加我们队友 给我留个位子 但真的到建桥 这就是人家建桥的体育的一个招牌 你和人家比年龄经验各方面 你都不是别人嘛 突然发现你进入这个团队 人家让你很舒服 因为你那是个弱者 你会发现人家不把你当着弱者 罚塞鼎精神来讲 本人就是大家要齐心协力 你太强了 他不但不可能是增加动力 他会划片子 因为这八足从 就是你这个特别有力 那结果来讲变形了 对 所以你只有你太强 你要照顾别人去 而那个相对比较弱的 他进自己的力量怎么来 和你协套上去 你突然发现 这种典型的现代工业文明的一种协作 更多来讲是整个整体 没有个人影响主义 在这里融洞当中 我在铁铁道里 我整个划了12年载艇 我整个是个混蛋 我能发现这个过程 发现过程中应该是 应该很多懊恼 很多那种自我反省 那种 它是个渐进过程 当然你能意识到来讲 应该是倒过来的 你一笑觉得 你这个境界全变了 你觉得是怎么说 因为你也不知道 是因为你去了哈佛剑桥之后的变化 还是你不去也会变化 可能是年龄的经历 你不知道 刚才你说 在哈佛做作业的一段时间 压力最大的时候 你快说快崩溃了 每天做到半夜 然后早上 那一天一天都20小时在熬 熬的简直是觉得 就是明天都熬不过去了 如果事后总结来讲 觉得那真是如入炼狱 怎么邓珠峰在 怎么南邓弄 我从来没说什么炼狱 什么炼狱 但真正的感到煎熬熬不下去 是在哈佛 那两年半对你除了自我认识的改变 对你的知识上的改变 你觉得大吗 知识结构上的改变 两个方面 一个来讲就是系统的逻辑训练 因为当然我不是专门来系统的逻辑训练 就是他上的 我选的很选的本科生的课 就是你像曼昆的基础经济学 像桑德尔的论正义 对你的思维逻辑是非常有好处 在另一方面 你比如说对西方宗教的一个认识 你比如说原来很多就纠缠一个 他们怎么会信 真的是有一个绝对全文的上帝存在 古人是这样 那个时代的局限性 到现在这么高科技的发展 到现在对认识的世界 他们难道还是那样认识的吗 你的疑问点是在这里 所以你也带着一个疑问点 想了解他们思想认识 很快就和教授的两三堂课 就意识到了 更多是绝对权威下的大家 每个人没有权威的 说再也才有个平等思想 说才有大家是一致性的 你更多理解的是背后的 几乎每个礼拜 你都会感到 趴着一闪亮 就开这个窗户 哎呀就那种被照亮被启蒙 对对被启蒙那种感觉 如果没有这个你说我 大点撑不下去了 我的苦鼻熬 我熬什么呢是吧 说我在熬什么呢是吧 因为以前的焦虑和不自在太早 太多的建议在某种成就也好 某种扩张也好 征服也好这种东西上 原来的追求当中 你当然为了把企业做大 你曾经有一段支持你的目标 大是个结果 你不能把大当目标 大当的目标 他一定结果很糟糕 因为你为了大 你会不择手段 你为了大 你会来把念苗助长 我们长期的保着第一位 第二位第三位有什么不好的 所以实际这几年的万科 已经从第一变到第二 第二现在变到第三 不要怕被我们被同行超过 但实际上万科有个魔咒 这么多年 一般来讲超过万科的 很快就不行了 对 很快就不行了 因为万科已经很大 他要超过万科 他一定要变形的 会失控 会失控 你不能他失控 你跟着失控 这个道理很简单 那你觉得你现在扩张的动力 跟以前比是更强了 还是说还是 他是不同维度 再换个维度 你比如说比尔盖茨微软 成了首付 他现在突然说是 把他的钱全捐出来了 你说他是停止扩张了吗 另一种 找个另一个维度 另外一个维度 就是我不是赚多少钱 有点更进入人的内心 他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这是解释方式不同而已 那对你来说呢 我觉得要从解释 进化心理学上来讲 那是一样的 较量 你邓珠峰是一种较量 学知识学文化也是一个较量 但是你说华赛点 不是也是另外一种较量 或者说其实扩张和政府本身 真的他只是很短暂的 给人带来满足感 不能带来一种充分的一种支撑 是不是 如果停止征服 停止扩张 你就觉得很焦虑了 但你缺少这种扩张 这种动力的时候 我觉得 说这个生命也是应该结束的时候 你可以接受完全自我的吗 就是说过一个充分的自我实现的人生 就这种自我不太依赖外界 就依赖我自己内心的感受 我对知识的兴趣 我对各种经验的兴趣 我跟我很亲密的人的关系的兴趣 就是放弃更广阔的这些人群 你可以这么自足吗 你觉得 应该是到现在我做不到 很难还是是吧 这个不是很难来讲 我觉得我做不到 我还没想到那样去做 我还没想到那样去做 你羡慕那些充分自足的人吗 他有一个很小的世界 一平方米的桌子 他不太依赖外界对你的感觉 会不会 他这个我应该说是达不到 达不到那种状态 还不知道境界或者什么来讲 那个状态来讲 他需要 他有他那种技能 我没有那种技能 就技能跟好的时候 跟自 他不是 他不是 他你得 所谓的技能来讲 还是这样 就是 你有资格那样去做 你比如说 我可以出思想 我的文字 又有一定的文字能力 那没问题 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那我相信 我的思想东西 这个世界是 是有用的 既然没有用 我也不会后悔 我没有那种能力 我看 我看 你能看 我看 你能看 你能看 那种感觉 我看 我在海上感觉更强烈 是吗 对 我觉得反而这是人的世界 是吗 我反而觉得是那种 上古之初那种感觉 因为一路桑那边还是有历史的 这几多年这样 这是无历史的 多少亿年了那种感觉 他们还在让一大小小一点 纵约的高中的高中的高中 我走了 从来说不是 你不要说一声 你扎银了 你扎银了 你扎银的姐姐 你扎银的很凶尽